您現在收看的是 今夜五六杯 這兩個過程 跟我們台灣女孩子 有沒有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老... 外國人我覺得她就是很直接 喜歡就喜歡 不喜歡就不喜歡 而且她有什麼她就說出來了 其實比較少那種 我的感覺比較少 事情會悶在裡面的 那種冷戰的那種機會 我覺得都比例上來講要少一點 我一直有一個感覺 其實這種東西是 在我們從小長大的過程 其實是有關係的 在我們台灣這種地方 受的那個連續劇影響太甚了 所以有一些那種情節會 不小心會... 你旁邊就做一個 從小小說裡面的女主角 對啊 那是二十年前啊 那現在還是啊 對啊 她自己幾個大肚子 然後家裡又生了一個 她自己還以為 她是從小小說裡面的主角 太久了 沒有 心裡面要保持純淨 沒有 熊腰連續劇裡面也有媽媽 談戀愛的哪一個人 其實我們女生有這樣的想法 有不好嗎 對妳來講是一種壓力嗎 會 其實... 我覺得在年紀輕的時候 妳會覺得那是一種甜美 OK 因為大家會比較黏在一起 對 像現在我們那麼熟的時候 妳還有那樣的想法 那就奇怪了 我覺得真的 年紀到了一個程度 妳對於感情比較成熟一點的時候 妳就會覺得那種東西太... 妳不會花那麼多心思在那個 在吵架上面 或者是在這個電話的 裡面的那種溝通 不用去浪費那種時間 我喜歡就喜歡 不喜歡就不喜歡 那反而要單純一點 所以妳把過混的黑妞 然後還有呢 混的 在哪裡混啊 混種的 不存嘛 還有什麼 還有哪一國的 我最深初戀吧 那個女孩子就是我 我一個金髮必演的女孩子 那個我看到她那個時候 我那個時候很小 我大概在國一國二的時候 看到她就覺得好像 看到一個洋娃娃的感覺 她又是那種 很乖巧的那種女孩子 穿衣服也是很... 就是穿... 比如說她會穿襯衫 沒有 她綁一個橘橘的 就是很... 很像小公主的那種感覺 那個時候看到她就完全... 受不了 受不了 就馬上就追她 就把她啦 馬上怎樣 就追她 妳今天是都在聽什麼 妳在聽 我馬上就在追她 很正當的用詞 不能這樣講 孕婦嘛 反應會比較慢一點點 妳馬上追她 那分手的原因呢 就追到了啊 當然追到了啊 她會講說就代表追到了 那個時候學校正好有... 那個時候正好是情人節的前夕 大概在一月寒假完了之後 上學 然後就決定要採取行動 太可愛了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那個女孩子 叫Julie Julie Julie 好可愛的一個女生 然後功課又很好 她又真的很乖乖 我們這個節目你老婆會看嗎 知道啦 知道 所以她也知道這個Julie 其實我最近是因為有一點 Julie不要給麥美女就好了 我最近是一種... 過去戀情的一種回味你知道嗎 因為最近剛剛出一本出嘛 今天... 對...今天正好有帶來好不好 來... 來... 恭喜... 三次念雲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是因為打歌 你那一卷那個CD我都有聽 謝謝... 很好聽 還有一些老歌 對... 所以最近出的戀愛英文ABC 就裡面要分享一些 這個戀愛的這種小故事的時候 就把以前很多故事都回味出來 如果你要Peter的時候 應該用什麼英文來講 裡面也有... Peter應該用什麼英文來講 是不是碰到老情人想要 回味一下也... 回味一下以前約會的 那種那種去哪邊玩的事情 對 那你那個金髮 然後後來是怎麼分手的 後來就慢慢就淡掉了 那個時候年紀很輕嘛 小朋友吧 那你不是說她長得很可愛 那這麼漂亮也會淡... 對 怎麼會淡掉 通常這種愛應該要很久 那個時候淡掉 我覺得最主要的原因是音樂課 上音樂課的時候 認識了另外一個叫Amber的女孩子 劈腿啦 所以代表就是說 我們女人再怎麼漂亮都沒有用 對男生來講是沒有用 因為如果男生想Peter 因為比我們漂亮一定是還有 所以你們會只要沒有新鮮感 或者是碰到更漂亮的 或者不一定要更漂亮的 就是有不一樣的感覺 你們就會Peter 我覺得那個時候交一個女朋友 超過三個月 我都覺得自己好棒喔 可以交完了 那這樣子說來的話 我請教妳一個問題 妳想得起來 到妳老婆之前交過多少女朋友嗎 數不清了吧 有神 有殺氣 我今天還有一個問題喔 因為我知道 玉芳跟念雲是好朋友 但是我覺得你們兩個坐在一起 算是很登對的一對 那你們為什麼沒有機會談戀愛 還是曾經有過 我沒有過 就像念雲... 就像念雲她可以跟自己的前女友 當好朋友 是 妳這個問題問得真是太好了 真的 我怎麼會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對啊 因為你們兩個 因為有些人是 有些人是覺得說異性是沒有朋友 可是我就要看長相 真的 意思是說 這個問題妳不會問我跟康康 但是妳會問我跟念雲 沒有 可是康康是妳講的 我沒有問 我認識他 他也會問我也會問 其實這個論點非常非常好 真的 就是男女之間沒有真正的朋友 但是夠醜可以 對 可以看 如果不登對的話是有可能的 沒有...我還記得我第一次認識念雲 在哪裡 我第一次認識他 我就哭了 為什麼 太帥了 為什麼 因為我認識他的時候我坐著 然後他突然衝到我面前來 然後拿出了一張卡片 他說今天我要在這裡公布跟大家說 我要做爸爸了 那你幹嘛哭 這應該開心啊 你是哭到沒有幫你嗎 那我知道了 他們剛開始認識 就是念雲已經娶老婆了 對啊 你們不是在婚前認識的 不是 對不對 還記得 我記得啊 念雲 那不是不是我 連攝影師 製作人 上面導播都... 都哭了 對 誰怎樣 誰會那麼笨 就說老婆懷孕 就說你知道那個寶寶 可以照到超音波出來的時候 都已經起碼 一兩個月以後的事情了 他這時候才知道他要做爸爸了 那懂我意思嗎 所以他並不是老婆說 這個月沒來 然後驗孕棒 兩條線了 公安我懷孕了 不是這種劇情耶 他是那種老婆已經 一兩個月 兩三個月以後 然後超音波照出來 然後把超音波做成一張卡片 給他 給他 然後他回家很累 然後怎麼會有卡片打開一看 哭了 我要當爸爸了 對啊 重點是 他老婆是早就知道沒有告訴他 對 你知道嗎 那你老婆為什麼不早一定告訴你 沒有 他是以前先驗孕 驗孕那個上面說是有懷孕 但是他覺得那個還不一定準確 還是想去醫院檢查一下 醫院檢查完了之後 他就回來就給我看這個 那你為什麼沒有開心 你反而哭是感動 然後拿一個卡片回來給我 我記得那天拿一個卡片回來給我 我一看 卡片 我心裡面一陣急忙你知道嗎 我會想完蛋 今天什麼日子 為什麼他有卡在旁邊 沒有準備東西給他 就打開一看說 這個我們過去結婚這一年多 是我的人生中最快樂的日子 然後他講說我要祝你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我生日還有一個月啊 然後他講說 你的生日禮物在後面 請翻下一頁 好浪漫的老婆 一翻 一翻一看就是一張照片那邊 上面有一個小白... 就像畫成影的 然後畫一個圓圈圈 對 它一點在那邊 在上面寫 你的兒子 我一看我就... 你們兩個就坐客廳裡面 真的耶 就哭了 我也哭了 我那時候懷孕的時候我也哭了 看到那個超越波 真的也哭了 姐姐 你沒有哭嗎 我沒有哭 只是我老公就整個臉變紅色的 怎麼了 因為紅色的意思是 因為我也是跟聶雲他老婆一樣 有剛開始驗出來我沒有講 我以為我不能肯定 然後我也是去醫院檢查 肯定我懷孕了以後 我再告訴我老公 我老公就傻了 然後突然... 因為他...他只要一緊張 或者是興奮什麼的 他臉就會脹紅紅的 然後那個血氣這樣沖上 他脹紅紅 那什麼話都沒講 他就去那個...去打電話 一打電話 爸 阿喜懷孕了 我要當爸爸咧 那如果玉芳那個時候 聶雲還沒有結婚 你會不會喜歡這樣男孩 不會耶 為什麼 我們兩個其實... 他就不是我喜歡那一型 其實玉芳也不是你喜歡那個 他嫌我太瘦 我嫌他太胖 不是 我還在嫌妳 不要嫌棄我 這個不覺得玉芳這樣很可愛嗎 對... 你是不是覺得自己演婚 你知道嗎 有一次我去上玉芳跟那個佳芊的 那個也是那個美食節目嘛 然後佳芊那時候沒有男朋友 他就看到我就說 柴芳 妳好幸福喔 我說妳也趕快 妳一定會很快 就找到妳的如意郎去 他說不可能 我現在一個人很好 不可能... 結果隔兩個月 他談戀愛跟夏克力 結果他說 柴芳 我跟妳講 就是不能講不可能 我以前就講說我不可能 搞那麼大小的 結果妳看看 現在搞一個男朋友有沒有 然後怡芳講說 對啊... 我也講說不可能... 我不可能交一個那麼矮 妳看現在我的Steven 那麼短頭 所以不能講不可能 所以不能講不可能 我扣妳給妳讓我把心扉 對 我說 就是這樣事與願違 就是那個道理 就是短腿有什麼關係 妳們好悶耶 我的意思是誰 我老公講不可能 對啊 那老公很棒 我是從報紙上面看到他的臉 沒有...妳錯了 我那時候不是這樣講 我說老天爺... 拜託妳千萬不要 讓我嫁給一個有錢人 我那時候這樣想是不是 我嗎 妳要給我事與願違嗎 妳都不做美嗎 我想請問妳 妳老公送給妳 最貴的珠寶多少錢 不要說最貴的 最便宜的珠寶一個多少錢 因為是賣珠寶的嘛 妳們家還需要送珠寶嗎 那都是妳的嗎 當然也會 要啊 不好意思 因為他們主持人 對於這個行業比較不熟 對 他們問的問題 比較幼稚一點 因為我們兩個都很羨慕啊 對啊 可以嫁給珠寶商 沒有...沒有什麼送給我珠寶 就是妳愛戴就隨便店裡 就拿...加一袋 對嗎 妳知道 去他們店裡買珠寶很危險 有可能帶到假...不是假的 舊的 因為這種東西是他們家 因為妳是珠寶 就是妳們的一個... 它是一個商品嘛 對 比如說 如果妳自己開服飾店 妳不會去買衣服啊 妳懂我意思嗎 妳一定要拍照幹嘛 自己就穿了啊 那平常妳要戴 妳就戴一戴 然後再把它放回去這樣子 沒有 我有自己的珠寶箱啦 對 可是大部分 都是我婆婆公公送的 真的啊 婆婆公公這麼好啊 就有...又點心機 又點心機 就是有一天 譬如說就見電梯有沒有 跟公公婆婆一起在電梯 然後就說 媽 妳今天穿這套衣服好好看喔 那個耳環也很漂亮耶 然後我婆婆那電梯裡面有鏡子 然後說沒有耶 我覺得我今天穿這個白色的 然後配這個粉紅色的 不好看耶 妳穿粉紅色的啊 這個妳戴比較好看 妳覺得可以嗎 試試看吧 妳戴比較好看 我說 那就謝謝媽囉 妳老公有沒有嫌棄過妳太胖 你知道禮拜六 禮拜天 天氣很好 我們兩個就散步 你知道嗎 然後突然間我們眼前出片了 有一對夫妻 她們在遛狗 她遛了兩隻 很漂亮的古代牧羊全很瘦嘛 那個又頭也很尖 很長有沒有 然後這麼窄嘛 然後老公這樣 怎麼猜不猜不猜不猜 眼明就發亮 然後就把我的手就丟掉了 然後就蹦蹦蹦蹦蹦蹦蹦 跑到那條主人面前 就說先生 先生 可以請教妳一個問題嗎 然後那男的下來 她說什麼事啊 請問一下你們家狗 都吃什麼牌子的狗飼料啊 幹嘛 沒有 好好好 mandated 不好意思 就是 pigeon們來了 看看 怎麼 차로